饭馆的聚会已经是风萧萧比较熟悉的场面了 但像今天这样规模的还是头一回 二十多人集体嚷嚷的还是坐着三桌 风萧萧低声对柳若旭说 哎 这么多人吃饭得花不少钱吧 柳若旭嫣然一笑道 哎 没关系 这家饭馆是我开的 他们一会儿都会自己买单 风萧萧一窍大拇指道 财神 游戏里的饭馆当然不会存在点完菜要等待的问题 瞬间桌上已经是摆得满满荡荡 柳若旭还甚是体贴的给众男玩家们要了酒 当然了 他主要体贴的是他饭馆的生意 既然打着给风萧萧接风洗尘的旗号 风萧萧自然沦为饭桌上的主角 众人抱着各不相同的目的 争先恐后的向他敬酒 风萧萧对自己的两下子还是很清楚的 为了避免一些不好意思见人的事 对于敬上来的酒 风萧萧是能免则免 不能免就装装样子 即便是这样酒仍是一杯接一杯的灌进了肚里 关键是大家敬一杯都觉得不过瘾 敬了一圈又一圈 这理由也是找到千奇百怪 刚开始的什么 为萧哥接风 敬萧哥一杯 这还合行合理 到了后面出现了 祝续姐饭馆生意兴隆 祝一见东来越来越强之类的 风萧萧暗骂 这些关我屁事啊 再到最后 直接变成 敬你酒需要理由吗 喝 风萧萧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逐步出现了头晕 目眩 未凡等状态 风萧萧记得以前 一见冲天曾教导过自己 酒是可以拿内功逼出来的 可遗憾的是 这一论点 对于一个修炼基本内功 处于基本阶段的人 是不成立的 酒桌气氛热烈 大家都喝出了状态 喝出了水瓶 已经不专找风萧萧订酒了 现在是自由组合的时间 酒桌上座位的安排 已经和刚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了 和旁边一人正聊的火热 转转头回来 就发现已经换了个人 端着杯子在等你 拉着手低声弹心的 挥舞着筷子高弹阔润的 猜拳继续比拼酒量的 还有单独待在角落里 玩深沉的 桌上的人已经是形色各异 唯一不变的 就是酒还在不断地要 菜还在不食的天 不然柳若旭 也不会兴奋地满脸通红了 风萧萧是属于拉手弹心的类型 不断有人过来拉着风萧萧 和她交流行走江湖的心得 风萧萧本来趁这功夫 酒完全可以醒了 但是每个弹心结束的人 都不忘端杯 要最后供饮一杯 风萧萧的眩晕状态得以保持 众人嬉闹到不知什么时候 才萌生去意 在柳若旭的严格监督下 没有一个人能以酒醉为借口逃仗 反倒因为自己酒醉 不知道被柳若旭宰了多少 风萧萧也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有些醉了 因为桌上几乎所有人 都告诉过自己名字 有些还在谈心的时候反复强调 但是自己现在 居然一个都没记住 柳若旭从每个人手上 收到数量不菲的一笔银子 这才反身回到桌旁 看到风萧萧依旧摇摇欲坠地坐在那 风萧萧的眼睛直直地扫尸了一圈四周 问了句废话 人都走了 柳若旭点点头 又添了一句废话 就剩咱俩了 风萧萧斜斜地笑了一下 说道 你想干什么呀 人都走了 就剩咱俩了 当然咱俩也应该走了呀 风萧萧想了片刻 说道 有道理 那我们要去哪 柳若旭也想了想 要么我陪你练集 或者你陪我供供街 风萧萧感觉 自己现在的状态 最适合的就是坐在这不动 于是说道 我看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坐坐吧 嗯 也好 那我们就去山顶坐坐吧 为什么要去那么远 在那里可以边坐边打怪呀 光坐着都枯燥啊 山顶 一切依旧 系统的东西 就是保持的这么好 包括野猴们的树木 似乎都没有改变 系统的智能NPC 大概也包括野生动物的本能 所以当野猴们 看到一直狂虐他们的柳若旭 上来山顶之后 发出了阵阵凄厉的叫声 四处逃窜 风萧萧惊奇的 看着眼前这难得的一幕 问柳若旭 这猴子见你都到处跑 你怎么打呀 柳若旭不慌不忙的说道 你又不是没见过我的功夫 随便猴子怎么跑 还不是一样打 说着 随手挥出一堆暗器 以柳若旭今时今日的等级 这暗器出去 对猴子们来说 真是擦擦就伤 射中就亡 可怜一山顶的猴子 使尽了浑身的血树 也不能逃脱柳若旭 暗器的魔爪 在阵阵凄厉的叫声中 化身为了惊艳直 这一幕对风萧萧来说 是再眼熟不过了 改变的只是柳若旭暗器的威力 风萧萧感慨地说道 哎呀 你的确是最适合带人练集了 难怪那么多人跟着你 柳若旭得意地说道 那是当然 不然我怎么赚钱啊 赚钱 风萧萧一脸的不解 当然 我帮这么多人提升等级 他们不得付点钱啊 现在你带人练集 要说废了呀 风萧萧张大了嘴 柳若旭白了他一眼道 废话 不然我早就在街头要饭了 风萧萧沉默了片刻道 那你忙吧 我先睡一会儿 头好晕啊 接着 不顾柳若旭极力地反对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就像一摊泥一样 贴在了地上 一切都仿佛回到了自己 初入江湖的时候 忽然 风萧萧从睡梦中清醒 醒来的原因是 身侧传来一阵的剧痛 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在腾空而起 风萧萧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已经像断了线的风筝 飘了出去 接着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生命下降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风萧萧连忙先塞了个药在嘴里 这才打量四周 发掘事情的真相 六个人将柳若旭团团地围住 圈外还有两人在观望 事情已经是一目了然 风萧萧站起身来 高声叫道 你们是什么人 八个人 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他 只传过来一个声音 小子 你不是一见宗来的人 就快走 不要受麻烦 风萧萧当然不会就这么轻易地离开 追问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八人没来得及说话 柳若旭已经抢先说道 他们是铁青盟的 这没你的事 你先走 我打发了他们再来找你 八人一起发笑 一人说道 哼 打发我们 柳若旭 你也太瞧不起我们了 另一人也狠道 我们在这山头附近 可是待了好几天了 终于等到了你落单的机会 你还想跑吗 说着一挥手道 打架上 六人迅速向柳若旭冲去 柳若旭一挥手 漫天花雨 数不清的暗器四散而去 但六人根本没有回避的意思 圈外一人笑道 哈哈 柳若旭 你这种招式 打打野猴还可以 想对付我们 攻击太低了 哈哈哈哈 圈内的六人 也是一起爆发出的笑声 突然 一条黑影冲入人群当中 接着就是光光两声 包围圈其中的两人 已经率先飞出了圈子 是风潇潇 凭借高速的移动和出手 偷袭的两人 一击得手 众人免不了大吃一惊 但迅速就恢复正常 圈外两人中的一人说道 这位朋友 如果一定要插手的话 那我们也只有奉陪了 说着 两人同时抽出兵器 向风潇潇攻来 兵器各是一条九阶边 风潇潇一愣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闯荡江湖到现在 这才是第一次 和用刀剑以外兵器的人 正面交手 结果现在一对上 就对上了俩 九阶边抖开之后 比一般的刀剑要长出许多 风潇潇被逼在树米以外 没有机会进身 原本凭风潇潇的速度 迅速冲至身前 进行进身搏斗 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对方是有两个人 一个在攻 另一个就守 而且速度也并不慢 风潇潇起初 的确是冲至了身前 结果没有记得半点好 还差点被鞭子缠住 风潇潇甚是着急 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那边的柳若旭 虽然没有办法打倒六人 好在那六人 都是皮涛肉厚的力量型 敏捷上不如柳若旭 柳若旭左躲右闪的 倒也没什么大碍 时不时的来一招漫天花雨 六人不怕这招 而且还会用身体 去挡住飞向圈外两人的暗器 结果最终的受害者 只有风潇潇 打斗的同时 还得提防柳若旭 发出的乱飞的暗器 风潇潇突然醒悟 低敏高生命的人 打不中柳若旭 而低生命的人 进不了他的身 所以对方派出了 这样的一个阵容 让几个皮厚 不怕暗器射得 缠住柳若旭 然后由高敏捷的人 进行远距离的攻击 如果自己缠住 这两个拿酒劫鞭的人 估计柳若旭 也就没什么危险了 但是对方 明显是进行过 周密安排的 刚才那人还说 在这附近等了好几天 可见他们 是早有预谋了 这样就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 还有什么别的安排 风潇潇想到叫人帮忙 但老大等人 都是铁骑蒙的人 叫他们只能叫他们左右为难 一箭冲天 偏偏在这种关键时候不再现 聚宝盆呢 估计是在自己的破店里忙生意呢 居然拒绝接受消息 再其余的 就是来了也自身难保 反而徒增累赘 所以啊 现在只能是希望柳若旭 已经叫了帮手 想要高声地提醒他 但又怕提醒了对方 现在的情况 明显是哪方先来了帮手 哪方就完全占了上风 当下暗暗发消息给柳若旭 不过希望不大 谁会在激烈的战斗中 还抽空看看消息啊 忽然 四条人影一起窜上了山头 风潇潇第一时间就看到了 心里是连忙祈祷 是柳若旭叫的人 四人当中的一人说道 来了 就这么两个人 你们都收拾不了 风潇潇的心凉了半截 是对方的人先来了呀 这再打下去 看来是凶多吉少 连忙高声呼喊柳若旭 若旭 你先下线 心想 柳若旭一个女孩子 应该不会有一般玩家 爱面子的气概吧 结果对方都爆发出一阵的大笑 其中一人说道 哥们儿 你平时不上官方主业的吧 现在下线 那不是和找死一样吗 风潇潇不懂他的意思 问他 你说什么 对方一人恶狠狠地说道 和他废什么话 打架上 先杀掉柳若旭一击 这小子也一起处理掉 对方没有搭理风潇潇 柳若旭为他的疑问 做出了解释 官方最近宣布 由于玩家的数量不断增加 服务器负担过重了 所以在上线下线这种读取和保存数据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网络延迟 所以请玩家们尽量不要在战斗中下线 以免由于网络延迟会出现什么意外 风潇潇茫然道 网络延迟会怎么样啊 出什么意外啊 柳若旭哭笑不得 网络延迟的话 就有可能你人已经离开游戏了 但是你的角色还是站在这里的 那不就是任人宰割了 风潇潇还是不理解 那在哪下线不都一样吗 如果有人想杀你 还不是一样 柳若旭没来得及回答 对方一人不耐烦的说道 所以大家呀 都会在安全区下线 你问够了没有 风潇潇的 还没有呢 还可以再问吗 对方语色 这种奇怪的问题 不知如何作答 当然 并不是人人都是这么直肠子 对方当中立刻有人叫道 废什么话 打架上 风潇潇仰天长叹 自己又一次陷入绝境 这一次 自己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了 只能听天由命了 新来的四人 各自抽出了兵器 领头一人叫道 我们先把柳若旭解决了 回头再来收拾这小子 说吧 四人纵身向柳若旭而去 风潇潇大急 但也无可奈何 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他们从身边掠过 实在是抽不出手来阻拦 忽然 传来一阵尖锐的呼啸声 一柄飞刀 急速的从前而降 插在了四人身前的空地上 刀身整个陷入地面 力道大的惊人 这一刀不仅阻止了四人向前的趋势 整个山头上的战斗 都是为之一致 风潇潇的心头一挤 看来是柳若旭叫做援兵到了 果然 四条人影 从一旁的树上一起跃下 头前一人说道 这么多人打两个 有个还是个女孩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声音听着有些熟悉 风潇潇回头一看 头前那人竟然是刘悦 轮不到风潇潇发问 对方被阻的四人已经出言赫誓 你们是什么人 刘悦上前一步道 我是刘悦 我是京风 我是弄花 我是吹雪 身后的三人依次说道 和风潇潇交手的两人当中的一个说道 原来是飞云山庄的风花雪月 哦不对 应该称作是飞龙山庄才对 一旁的风潇潇 想起龙岩那句 哎 可惜啊 我帮里没有像你们风花雪月这样的高手 原来这风花雪月是四个人啊 刘悦笑道 哈 不才正是在下了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们俩应该就是铁其蒙的行云和暗影吧 不知哪位是行云哪位是暗影呢 刚才说话的一人接道 我就是行云 她是暗影 我们铁其蒙和你们飞龙山庄应该没什么来往吧 今天这事你们也要插一脚 这事和帮派没关系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那是应该的 看来今天要领教一下你的圆月扳刀了 刘悦又笑着说道 哼我也可以见识一下 你们那两条鞭子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厉害 行云和暗影对视一眼挥舞着鞭子冲上 刘悦翘到一旁躲过着第一击 嘴里叫道 干什么呀 又想两个打一个呀 手下去毫不含糊 抽出圆月弯刀 第二招便开始抢攻 刘悦身后的弄花 使着一根铁棍加入了战团 四人捉嘴厮杀 京风和吹雪两人分别以一敌二和铁骑蒙新来的四个胜利军队上 吹雪用的是剑 而京风用的赫然是把飞刀 看来之前一刀把风潇潇从屋顶下走 还有刚才阻止四人前进的都是京风无遗 风潇潇在一旁是极度郁闷中 咱好赖也可以称是一个高手 居然就这么被人遗忘了 这当然也是一个脱身的好机会 风潇潇急速的侵入柳若旭的战团 脚影闪过 三季风选残云 没有一个人躲开 两人飞了出去 还有一人只是退后了几步 但就这样 已经让风潇潇很吃惊了 吃着自己一脚没倒 这还是头一次遇到 这人的骨头真不是一般的硬啊 但眼前是没功夫顾及这些了 风潇潇拉了柳若旭 冲出四人的包围圈 转而就要往山下奔去 刘月识破了风潇潇的意图 气得大叫道 风潇潇 你就这么跑了 太没意气了吧你 风潇潇回头 一脸坏笑的说道 这么点小事 你搞定好了 下次有空啊 我请你喝茶 话未说完 迎面飞来一柄飞刀 是铁骑蒙新来的四人当中 一人抽空甩过来的 完全不能和京风那石破天惊的一刀相比 风潇潇轻松地用手接住 送入怀中 笑道 哈哈 这个是纪念品 谢谢了 拜拜 向众人挥的挥手 两人快速地奔下山头 山上余下的四个血牛 哪有这个速度 唯有假模假实地追了两步 喊了两句 有种别跑之类的废话 两人跑出一段距离 看到身后没人追来 这才慢下脚步 柳若旭迫不及待地发问 刚才来的那几个人 是你朋友 我只认识那个刘月 也只是认识而已 谈不上是朋友 那真巧啊 是啊 太巧了 风潇潇随口敷衍 心里想的却全部是这回事 自己和龙岩交手时 距离现在大概也就几个小时 当时是在驿站 遇到飞云 还有所谓的风花雪月四人 他们估计也是要离开扬州 而风花雪月 现在看来 就是来了襄阳 但来了襄阳 怎么就这么巧来了山顶 那个山顶 只可能是目的地 不存在路过的说法 看情况 他们是一直藏身在一旁的树上 那边的树林藏 多少人都不成问题 那么飞云还有龙岩 是不是也在上面 他们来这个山顶 到底是有什么目的 又是一大堆的问题 风潇潇问柳若旭 哎 那些人为什么要来杀你啊 柳若旭没好气的说道 他们是铁青萌的呀 我们是一见东来的 我们两个帮拍不合嘛 但你看刚才 他们指名道姓的 还说等了好几天了 明显是针对你来的嘛 那我怎么知道 风潇潇又陷入了沉思 两人就这么默不作声 一路走到了襄阳 进了襄阳城门 柳若旭终于开口道 我要下线了 你明天还会在襄阳吗 这个我也说不准 你就在这下线嘛 不是说要去什么安全区吗 柳若旭诡异地笑得下道 现在有你帮我看着嘛 我下廊 你可得等我消失了再走 不等风潇潇答应 已经掀起一阵白光 果然白光过后 人还站在那儿 这么明显的状况 风潇潇居然一直没有留意到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好在自己没出什么问题 这种等待是漫长的 因为你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才结束 杜苗如年的风潇潇 度过了大概有一百年吧 柳若旭才从风潇潇的眼前消失 风潇潇迈步 走入了一旁的一家茶楼 他需要坐下来 整理一下头脑 刚步入茶楼 就看到刘若 懒洋洋的摊在一张桌上 咧着嘴 撕着牙 对着风潇潇笑呢 真是见鬼了 风潇潇快步向前 以难以置信的口气说道 刘若 刘若笑着说 是我呀 你说要请我喝茶的 想不到这么快就要兑现了呀 来坐 说着 顺手拉了个板凳给风潇潇 风潇潇坐下 紧接着问道 那山上这么快就打完了 刘若瞪着风潇潇一眼道 你还好意思提山上呀 风潇潇晒笑道 哎呀 这个 你看 你是高手吗 你看我待在哪 也没人搭理我 这可不就走了吗 刘若接着说 那可不就得了吗 你们两个都走了 我们还打个屁呀 风潇潇想想也是 也是哦 那你也没这么快就回到襄阳了吧 刘若一脸坏笑道 哼 你们一男一女多有情教啊 这走在路上 当然是尽量放慢了 我们四个大男人一起有什么劲啊 这自然是恨不得插了翅膀飞回来 风潇潇又想起什么时的问道 哎 他们三个人呢 刘若换了个姿势 依旧和他烂泥一样 懒泱泱的说道 他们说没来过襄阳 要去转转 真是无聊 我可懒得动 风潇潇终于找到机会 问关键问题 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随口问道 你们来襄阳做什么呀 刘若神秘的一笑道 这个 你要请我喝完茶之后 我才能告诉你 喝茶在游戏里 已经算是比较廉价的消费了 所以风潇潇才会在临走前夸下 下次有空请你喝茶的海口 现在既然已经到了对线的时候了 当然是义无反顾了 只见风潇潇大意凛然的说道 这个小意思了 今天的茶钱全算我的 刘若面带微笑 对风潇潇说道 真是爽快 好 那我就以茶代酒 先敬你一杯 又是敬酒 风潇潇听着这话 头头还有些晕 好在说了是以茶代酒 自然是毫不犹豫的一眼而尽 刘若一边拍手大赞 风潇潇爽快 一边回头对小二说道 小二 再来石壶 刚才一样的茶 风潇潇嘴里的茶失去了依靠 夹在嗓子里是不上不下 弄得风潇潇一把鼻涕一把泪 是好不狼狈 潇潇 你这怎么了 怎么喝成这样了 你看看 这真是 刘若一边上前方风潇潇 俯兄垂背 一边关切的问道 风潇潇是连连摆手 声称没事 十壶茶 瞬间摆满了桌面 风潇潇脸上的表情十分的平静 仿佛什么都没有看到 刘若也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迅速的又给风潇潇 倒上了满满的一大杯茶 完了又敏捷的给自己添满 接着就端起杯子刀 来再赶一杯 风潇潇这才明白 以茶代酒的含义 原来就是要像喝酒一样喝茶呀 这样虽然是不会对 但却应该会很胀吧 自己刚才那一杯下去 到现在这鼻子还往外流水呢 风潇潇直直呜呜的说道 这个是不是应该等茶凉了再喝呀 刘若又是面带 悲笑的说道 我要的茶呀已经是温的了 这再放下去真的要变成凉茶了 这喝凉茶对身体可不好啊 风潇潇暗骂 我是游戏里喝的 关身体屁事啊 这嘴上却不好明说了 只好又端了杯子和刘若痛也了一大杯 杯子喝完还没在桌上摆吻呢 刘若又已经把杯子填满了 风潇潇看出来刘若又要朝自己端杯子 连忙假装回头看看门口 这嘴里还支吾着 哎 你那些朋友还没回来呢 这会不会在襄杨迷路里呀 刘若的声音现在是从后面传来 不会的 就算是迷路了 他们也可以问嘛 来 咱俩先喝呀 风潇潇回过头来道 我看呐 我们等等他们一起吧 这人多的会热闹些 现在也喝 等会他们来了呀 再接着喝 有什么关系 哎 你不会是心疼茶钱吧 风潇潇连忙道 当然不是了 刘若是一点的坏笑 嗨呀 我就说嘛 这潇潇也不是那种人嘛 来 喝 风潇潇连连点头道 呃 是是是 喝 三大杯结束 已经有不少茶灌到肚子里 风潇潇已经觉得 自己转转身 肚子里都光当光当的响 一肚子的水 刘若又给大家茶杯满上 对风潇潇说道 潇潇啊 你好像不是很喜欢喝茶呀 风潇潇苦笑道 哈 这个一般吧 说不上喜欢不喜欢的 心说你这种喝法 谁会喜欢呀 刘若自己抿了一口道 茶这个东西啊 可是很有文化的呀 风潇潇虽然对此毫无兴趣 但是听他说些废话 好过不停的往肚子里灌水呀 于是连忙装作十分感兴趣的样子 向刘若问道 哎 这里面都有些什么文化呀 刘若一笑道 嗨 这个呀 我也不懂 我个人来说呢 还是更爱喝可乐 可惜这游戏里没有 哎 只好中日与茶为五了 来 干 风潇潇无难 又陪刘若喝了一杯 风潇潇的水喝得实在是难受 心到今天是免不了破财消灾了 咬咬牙对刘若说道 光在这喝水挺无聊的 我看哪 就让我做东 请大家去饭馆吃一顿吧 刘若的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这吃有什么好吃的 还是喝水好 这水是生命的源泉呀 来 喝 说吧 刘若自行干掉了一杯 完了立马指责风潇潇 哎 我都喝完了 你怎么还没喝呀 快喝呀 事实摆在眼前 的确是人家喝光了 自己没动 为了已是公平 风潇潇也只好又喝干了一杯 这样一来 风潇潇就已经是喝了五大杯的茶水下肚了 加上之前和柳若旭等人吃的喝的 现在明显已经达到了自己容量的极限 水好像就在嗓子眼里 身子使劲的晃晃都能把它晃到嘴里 真是难受到了极点 风潇潇第一次 迫切的认为 游戏里没有上厕所的设置 是多么的不合理 刘若可不管这么多 第六杯迅速的被买上 刘若就已经开始向风潇潇示意 他该做什么了 风潇潇这边 偶托的欲望是越来越强烈 实在忍不住了 站起身说道 不行了 我喝得胀死了 你先坐着呀 我出去转转 消化消化 刘若起身拦住风潇潇 哎 你先不要出去 我刚看到行云暗影两个人从门前走过 你现在出去 让他们看到 大概会找你麻烦的 风潇潇起身动了两下 越发的感觉到 随时都有可能吐出来 哪里管得了这么多呀 推开刘若拦着自己的手 哎呀 不行了 我真的出去一下 你啊 就别拦着我了 两人是你拉我扯的出了门 正好迎上了街上的行云暗影两人东张西望的目光 暗影大叫道 是那小子 行云反应更快 右手抽边 左手已经一拳向着风潇潇即来 刘若在一旁大叫道 且慢动手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行云的一拳 接接实实的打在了风潇潇的胸前 以风潇潇的体质 中了这一拳 本应该已经飞了出去 可是现在呢 因为有刘若在一旁抓住 这才勉强直了身 这一击 让风潇潇终于爆发了 肚子里积累一天的水呀 酒呀 菜呀 千女赞花般的喷射而出 场面之壮观 和柳若旭的漫天花语相比 毫不逊色 直接受害人 当然是站在风潇潇身前的行云 行云正准备第二招进攻了 被这意料之外的反击彻底打蒙了 上半身湿淋淋的 还挂着些肉末 菜汁 呆若目击地站在风潇潇的身前 不光是他 全街道上的人 都被突如其来的一目惊呆了 紧接着 就是爆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笑声 笑得最夸张的是刘若 前情后仰的 看他的样子 要在地上打几个滚这才过瘾 行云是好不尴尬 但对方明显是被自己打吐的 这只能怨自己运气不尽 现在这么狼狈 他打什么打 转身想拉着暗影快走 暗影看到行云带着一身的污秽 仿佛是要过来碰自己 吓得也是下意识的一朵 行云更是怒火中烧 转头对风潇潇恶狠狠地说道 小子 你等着 完了也不管暗影 飞身离去 暗影一直是强忍着没敢笑出声来 现在行云走了 这禁不住啊 面露微笑 对风潇潇一束拇指道 小子 你咱们真有两下子 咱们回见 说吧 转身朝着行云离去的方向追去 风潇潇一拳 被打得难受的半死 只知道自己吐过之后舒服了许多 对于行云的遭遇 也只能是默哀了 到底都是他自找的吗 咱没必要道歉的 一旁的刘月 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边笑边起劲地拍着风潇潇 连声地说道 你果然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风潇潇正晒晒地不知说什么好 背后一个声音传来 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回头一看 是京风弄花吹雪三个 说话的是吹雪 刘月连忙迎上去 你们怎么才来呢 刚才好精彩的一幕 你们都没看到 我一会儿说出来 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弄花疑惑地问道 什么事啊 刘月一拉众人 来来来 进去慢慢说 然后双手各指两边的人 这个是风潇潇 这是京风弄花吹雪 大家都是见过的 不用多介绍了呀 两边人互相点头示好 刘月拉着众人 又钻进了茶楼 五人进了茶楼 分别落座 刘月把刚才事情的来龙去脉 又会声会色的 给另外三人描述了一遍 三人也是笑的气都喘不上来 京风首先发表了一下看法 哎呀 帮主说的没错 萧兄果然是 与众不同啊 风潇潇连忙谦虚 客气 礼让 四人稍坐了片刻 各自喝了杯茶 刘月等四人起身 向风潇潇告辞 风潇潇以行注目礼的方式 送四人出了茶楼 风潇潇起身 结清茶浅 这才想起刘月说过 请完茶 会告诉自己 来襄阳的原因的 自己居然忘了问了 懊恼中 想想也没什么事可做 风潇潇决定 去练一会儿急 去药店补充了一下药品 又回到了不久前 刚离开的山头 风潇潇一个人 当然不会去山顶猎猴了 他去了当初老大 一个人练集的山洞 山洞里都是一些土匪 毛贼 风潇潇在洞里边 是边走边杀 时不时会受到洞里 其他练集人的组队邀请 都顺手拒绝掉了 这都是受聚宝盆影响 聚宝盆天天嘟闹 和不熟的人组队练集 麻烦多多 主要原因 据说是因为分赃不均 风潇潇练了片刻 忽然觉得洞里的人 一下子多出了许多 而且大多都是在到处乱跑 风潇潇实在是想不通 这些人在搞什么鬼 拉住一个从身边跑过的玩家 非要对方说出个究竟来 对方不耐烦地扔下了一句 找豹子 就迅速地甩脱了风潇潇 找豹子 风潇潇想起了当初那个山贼头领 大家不会是在找他吧 当下也跟在众人身后 想要一看究竟 果然不一会儿 就看到一个地方 明显聚集了一大堆的玩家 毫无疑问 豹子山贼头领 这会儿大概正在人群中 被人狂殴了 风潇潇冲至近前才看清楚 打boss的确实是在打 但玩家之间的争斗 才是更混乱的 风潇潇看了片刻 才看出名堂 原来是有一部分玩家 不允许其他玩家来打boss 两方现在正在起争斗 场面是混乱不堪 大规模的集体混战 风潇潇是头一次目睹 战斗异常的惨烈 山洞里的空间有限 玩家们可以用前副后剂来形容 前面的玩家被秒了 后面的玩家立刻上去 填补他所留下的空白 而boss此刻正在被几个玩家 堵在角落里疯狂的砍杀 外围阻挡其他玩家的数人 不断的催促他们 其余打不到boss的玩家 当然不可能都是互相认识的 但此刻的行动 却是出奇的整齐划一 一起齐心协力 想靠到boss身边去 一旦接近了boss 马上和刚才还在 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决裂 与同来的朋友 一起致力于杀boss 抵挡外敌的斗争上来 就在风潇潇看的这一会儿功夫 在里面杀boss的人 就已经换了好几伙了 没有一伙人 能在boss的身上 留下更多的烙印 很快就会被其他的玩家轻出局 风潇潇是身单力薄 想要凭一己之力抢到boss 当然是不可能的 但他谨记 逍遥当初混在打boss的人群中 最终识得武功密集的历史经验 这才迟迟没有离去 忽然 四条人影 从外围的人群中 一跃而起 向人群伸出的boss直飞而去 当头一人 空中挥舞的宝刀 组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刀网 想要上前阻挡的众玩家 被悉数的逼退 身后一人的飞刀 直取正在拼命砍着boss的几人 余下两人一人持剑 一人持棍 击向了boss 四人正是飞龙山庄的风花雪月 闲熟的配合 正在打着boss的一伙玩家 被迅速的清除 风花雪月四人 陷入了众玩家的包围当中 但是四人明显比其余的玩家高出一层 敌寡敌众 虽然不能说占据了上风 但却可以有惊无险的 抵挡住外围玩家们的冲击 而此刻boss的生命正在巨减 外圈的玩家焦距万分 但也没什么办法 许多插不上手的玩家 都把精力放在了嘴上 齐声大骂 里面正在杀boss的几人 也有许多玩家看看自己 实在是没什么机会 退出了boss的争夺 先行离去了 现在还心有不甘 留下来继续努力的 可以说都是精英 大家都在努力和身边人周旋的同时 尽可能的靠近boss的身边 大家的目标似乎已经有所转移 目的已经不再是上去打boss 而是能在boss倒下的一瞬间 上前去抢东西 在风花雪月四大高手的齐心协力下 boss很快就出现了濒临死亡的迹象 风潇潇此刻 正在惆怅着要不要上前去抢东西 毕竟自己和他们是认识的 真有些不好意思 boss终于不甘心的倒下了 风花雪月也深知 这一刻才是最关键的时候 更是全神戒备 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广大玩家群众 对宝物的渴求所爆发出的力量 就在boss倒下的那一刻 外围玩家如同潮水一般挤向了boss的身边 大家都看到了boss身边 那个闪闪发亮的东西 此刻 大家对于风花雪月的攻击完全不招架 只以拼命吃药作为抵抗方式 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 只要能有命冲进去就行 就算是死 也要把东西捡起来塞怀里带死 这样的人海中 再高的武功也是没用 首当其冲的刘月 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他的刀网被撕破 人被人流冲倒 现在正趴在地上受万人的践踏 能做的只能是祈祷 气筒没有被踩死这种设置 虽然有这般那般的突发情况发生 但距离地上宝物最近的 仍是风花雪月 就在刘月为了阻止人群 而被践踏的时候 弄花的手已经伸向了地上的东西 但就在手戳到东西的一刹那 一条蛇一样的黑影 卷住了弄花的手 而另有一条黑影 迅速地卷起了地上的东西 嗖的一声 两条黑影同时抽回 与此同时 弄花看到外围的人群中 有两个人影起飞 准备逃离 妈的 是谁 弄花气急败坏地大叫道 怎么回事 京风闻声询问 东西 被那两人抢走了 弄花向两个人影的方向一指 京风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 看到的 却是三条人影 第三条人影 是风萧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